大家好,今天是奇幻观察室,我是童风 1991年的元旦之起 在中国境内,有这样一座山脉 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热议 下至偏远村落,上至中央国务院 从佛教徒到科研人员 纷纷围绕他诉说着各种离奇的猜测 他就是坐落于横断山脉的梅里雪山 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13座 俗称太子十三峰 其主封卡瓦格伯更是美艳绝伦 是全世界公认最美丽的雪山 被誉为雪山之神 他的经验再多此语都无法形容 唯有亲身前往近距离才能感受他的美 值得一提的是,至今为止也无人能够登顶 实际上也不可能有人能登顶了 因为在2001年,官方立法将其列为 禁止攀登的禁地 而我们今天要说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当年,中日成立联合登山队 冲击卡瓦格伯峰,可一夜之间 17名队员阴性全无彻底失联 这引发后续诸多的山神传说 陈旧了他的威蜜 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就让美仙穿越回1990年的梅里雪山 重新梳理下这一期被称为世界排名第二的闪难 德青,地处云南省狄庆藏族自治州西北部 在藏语里意为极乐太平的意思 此处紧邻西藏,在两者交界地 也就是世界闻名的金沙江、蓝沧江、怒江、三江并流地区 有处巍峨磅礴的雪山群,名为梅里雪山 这是一座偏西北东南走向的山脉 常年被积雪覆盖 怒江和蓝沧江呈平行状从两侧山谷奔腾而过 梅里雪山上有十三座高耸的山峰 在当地被称为太子十三峰 在藏文经卷记载中 他们均被封为修行于太子宫殿的神仙 太子十三峰的首领,也就是主峰 名为卡瓦格伯 亦为河谷里险峻雄伟的白色雪峰 被称为藏区八大神山之首 当地有着诸多关于它的神秘传说 是当地人心中的圣山 我们常听说的日照金山 就是梅里雪山一带非常美丽的自然习惯 万丈金光从天而降照射在雪山之巅 惊艳绝伦 这一片神秘的雪山和当地居民和谐共处了无数岁月 人们靠山吃山 虽然也会上山采草药和食材 但从未有人想过爬上顶峰 然而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 一种蕴含积极向上 顽强拼搏精神的运动应运而生 那就是登山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登山运动迎来了春天 一批又一批登山团体纷纷成立 其中有不少国家登山活动发展得更早 在如火如荼的登山运动中 当年的青藏高原可谓炙手可热 在无数登山和科考行动之后 喜马拉雅山群的神秘面纱被揭了一次又一次 人们开始不满足于那些已知之地 将目光转向那些高风险且险为人知的处女风 在这之中 卡瓦格勃便是最具吸引力的目标之一了 实际上在当时的登山界 低于七千米以下的山峰 往往是不会被列入攀登名单的 只有卡瓦格勃是个特例 卡瓦格勃虽然是云南境内最高的山峰 但它的高度仅有六千七百四十米 这几乎比珠莫朗玛峰要矮个华山的高度了 由于其地理位置偏僻 没有什么名气 当年外界知道的人并不多 加上其所在的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 气候变化无常 纬度低 积雪固性差 地质结构复杂 就算是国际探险界也鲜有涉足 因此 当1987年 日本向中国提交 攀登卡瓦格勃的申请时 连云南省体委都要特意调查一番 才搞清楚这座山在哪 日本的登山活动发展的比较早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日本方面就开始申请攀登梅里雪山了 是要拿下首登荣誉 日本登山协会众多 其中实力最强的 就是日本京都大学的学士山岳会 我们就简称其为山岳会 成立于1931年 经验丰富 攀登了众多知名山峰 仅在喜马拉雅山脉 就拿下了多个七千米以上山峰的首登战绩 很多成员也都有攀登八千米以上山峰的经验 1987年8月 山岳会率先拿下云南藏区转入许可 随即进驻美里 尝试从民勇冰川开始攀登 起初他们认为登山队员经验丰富装备精良 爬个六千七百四十米的雪山问题不大 可很快就被现实打脸了 卡瓦格伯的地势十分险要 势如刀劈腐销气势非凡 加上连续遭遇雪崩 他们攀至五千一百米处就无法继续推进了 被迫折返 隔年 美国一登山队沿相同路线上山 不过刚爬到四千三百五十米就打道恢复了 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山岳会觉得 单靠自己可能不太行 于是就和中登协签订了联合攀登美里雪山的协议 由双方组建联合登山队 是要拿下首登荣誉 1988年秋 中日联合登山队派出先遣队 把美里雪山东北侧的斯隆冰川选为登山路线 并于隔年正式攀登 结果又遭遇了恶劣天气 且冰山险峻难行 常有冰崩和裂缝 只能无奈遮返 联合登山队经历这次失败之后痛定思痛 决定花更多时间狠狠恶不攻克 对当地的地质 气象 生物各方面都做足了研究 并决定于9900年年底再次冲击卡瓦哥博 在经过近两年时间的调查研究之后 登山队对接下来的攀登计划有着充足的信心 这一次的攀登起点 登山队选中了羽崩村 因为该村海拔3000米 往上约500米有一个夏季牧场 三面环山 贴近卡瓦哥博便于后勤供应 可谓迎着首选 根据中日联合登山协议 日方负责了包括中方在内高纬度登山人员的 全部登山装备 中方则主要负责后勤方面的保障工作 由于第一次联合登山失利 随此行被命为 中日联合梅里雪山第二支学术登山队 我们来看一下登山阵容 中方队长宋志毅 40岁 中登协成员登山名将 曾创造过多项中国登山记录 主力队员孙维奇 金骏喜等等 都是非常优秀的登山健将 另考虑到当地的荣誉和协助 云南省登协和德青县 都有人加入 登山和辅助队员共约10人 日方队长景尚智郎 45岁 著名气象专家 来自京都大学防灾研究所 另有秘书长兼通讯员 佐佐穆哲南 加上队一 以及其他山岳会成员等10多人 其中有6名队员还是学生 日本队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人 都有过8000名以上的登山经验 这里要提及的是 日方登山队的此次行动 有着日本上百财团媒体和企业的支持 像川崎重工 关西电视台 野村证券等等都投了赞助 所以这次 登山队在人力物力财力上 有足够的本钱 甚至带了一台瑞士金口 能接受卫星云图的先进设备 他们决心 这一次一定要登上卡瓦各伯峰 1990年11月 日本省护港无数彩带荒腾 一片欢送山中 日方队员满怀信心地踏上了开往中国的轮船 他们辗转天津北京来到了云南 中方队员这边则是各自处罚 约在目的地集合 有一些队员都还没有好好的告别亲友 就离开了家 11月27日 中日联合登山队所有队员在昆明顺利会合 接下来就是进驻美丽 这里要说明一下 联合登山队为何要把登山时间定在年底呢 那是因为根据考察 当地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1月是旱节 气候相对稳定 是比较适合登山的时间段 按照传统 一般登山活动 尤其是攀登高难度的山峰 都要讨一个好彩头 刚好 从德青县城到明永村的山间公路旁 有一座当地寺庙 名为飞来寺 其正对美丽雪山 也是远距离观赏雪山的好位置 队员们在飞来寺举行了隆重的仪式 并接受了庙女喇妈妈的祝福 日本队员还带着日本寺庙送的护身符 在德青举行的登山前动员会议中 中日双方代表都是一番激情演讲 大家斗志昂扬精神十足 都认为此次万事俱备定能一举断定 中方队长宋志毅高兴地说 这次我希望和大家共同努力地 把美丽雪山等成功 希望等成功 不是一定要等成功 然后安全地回到团 然后我们再跳舞 队员们进入梅里雪山开始和当地藏民接触 虽然当地人并不理解登山运动是什么 为什么要登山 但好客的传统让队员们在异乡感受到了温暖 村民们还邀请登山队住到他们家里 登山队谈到对于登山的热爱 那种挑战自然的体育精神 让当地人也是血脉奋长 但由于语言隔阂沟 沟通的并不多 村民们只知道他们要去爬名为美丽的雪山 并未太在意 12月1日 登山队来到宇峰村山上 在之前选定的营址开始建造大本营 校农基地营 由于登山人数较多 装备食物等物资必须要充足 车子开不上山 队员们就足用当地村民的50多头牛马运送物资 此时的大本营 队员加上厨师 以及当地招募运货的协力员 总人数已达30人 热闹飞场 12月8日 经过几天的攀登 一行人终于到达海拔4500米的一片雪原 并顺利建立了一号引地 然而这才刚开始 随行的协力员就因为路线险峻提出抗议 好在县长出面调停 行程得以继续 随着登山队愈加深入 村民们不乐意了 因为他们发现 登山队前进的方向 赫然是他们心中的圣地卡瓦格伯 在当地藏民眼中 卡瓦格伯意为圣洁的雪 自古以来就被视为神山 为历代所敬仰 相当于长辈般的存在 步伐有人称其为卡瓦格伯爷爷 之前他们只听说登山队爬的是梅里雪山 所以并未在意 还热情地帮助了大家 可当明白过来 登山队要踩到神山的头上 这还得了 当地村民是民怨沸腾的 他们拼命阻止登山队接下来的行动 有的村民甚至开始焚香祈祷 祈祷卡瓦格伯山神发威 把登山队给赶下去 这一突发状况 搞得登山队也是很无奈呀 最终登山队的领导 以及政府方面出面协调 商量了好几天 总算是争得村民们的统一了 12月13日登山队继续出发 顺利抵达海拔5300米的高度 并于民勇冰川景队的山澳上建立了二号引地 此处已逼近民勇冰川的源头 眼前是宽达一公里的雪原 抬头隐约间还能看到群峰 这里离峰顶也只有不到2000米的高度了 只要顺利确定接下来的三号引地和四号引地 胜利已然在望 三号引地的选址是重点 周日两队都选在同一片区域 但在具体位置上双方持不同意见 产生了激烈的矛盾 日方认为 基于时间上的考量 将引址选在了靠近山脊的位置 一方面便于向上运物资 另一方面起床就能向上攀登 能节约不少时间和体力 中方则站在安全的角度坚决反对 认为靠近山脊的位置处于雪崩曲非常危险 所以引址应该要往后靠 这样只要不是大雪崩应该都可以避过 双方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都肯坚持自己的观点 僵持不下 不过双方都明白 此次登山队作为一个整体 行动必须一致 经过几天协商 双方终于达成了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案 把营地定在双方选址的中间地带 既不激进又相对安全 三号营地确定之后 这里几乎就成了登顶的指挥部 登山的17位队员全部驻扎在这里 同时还有联络员 吹事员协力员等等 以及大量的物资和器材 之后登山队开始专攻通往封顶的4号营地线路 按照最初的计划 登顶日期选在了1月初 可就在这时 德青气象台发来气象报告 说在年底很可能会有大量降雪 这可不是好消息啊 大雪极可能导致登顶失败 那么下一次就要等到一年之后了 思考再三登山队决定提前登顶 尽量赶在大量降雪之前完成登顶 12月26日 最后一站的4号营地 终于在海拔5900米的位置建立起来了 这个位置距离最高峰6740米 已经不足2000米了 此次登山的最后一冲也将从这里发起 联合登山队经过开会讨论 决定把登顶日期定在两天后的28号 这一次并不是所有人一起上 而是选出几名突击队员先行探索 如果一切顺利 他们登上顶峰之后 其余队员再赶上 经过讨论 突击队暂定5名成员 由中方的宋志毅、孙维奇 以及三名日方队员组成 12月28日 天刚亮 突击队就出发了 当天天气不错 5名队员都是信心满满的 上午11点 顺利到达6200米的高度 下午1点到达海拔6470米的高度 此时距离峰顶仅剩270米了 这是前人从未到达的高度 胜利近在眼前 作战三号营地的日本队长 景尚之郎甚至都已经写好了 向外界宣告首登成功的新闻稿 可谁都没有料到 就在这时天气突然恶化 温度急剧下降 乌云快速遮住山顶 再加上狂风暴雪肆虐 瞬间能见度就只有几米了 得知此情况之后 景尚之郎命令突击队先原地待命 待他查看最新气象之后再做决定 突击队为了抵御风雪 只能在原地搭起帐篷 然而 等来的传真通知并不乐观 天气在短期内 根本就没有转好的迹象 为了安全考虑 突击队选择了原路撤回 可经过几个小时的风雪肆虐 加上能见度太低 登山队竟一时间无法找到预设的下山路线 贸然在陡峭的山峰行动 随时会有跌落的风险 所以突击队陷入了不上不下的尴尬景地 得知情况的景尚之郎决定 让他们做好在山顶过夜的准备 此后数个小时 天气一直会转好 晚上八点 突击队清点了随身携带为数不多的食物 进行了平均分配 此时 不安的情绪开始蔓延 谁也不知道会被困在这里多久 终于晚上十点左右 乌云散去 月亮把雪地照得格外清晰 队员们这才看清路线 趁着这个机会 他们赶紧收拾东西下山 顺利返回了四号营地 29日 突击队再次下降到三号营地进行修整 虽然见识到卡瓦哥博天气的瞬息万变 第一次冲顶功败吹成 但也并不是全无收获 毕竟已经看清了通往终点的最后路线了 所以众人非但没有丧失信心 反而是更有信心了 联合登山队经过讨论 再结合气象预报 将登顶的日子定在了元旦之后的1月4日 这期间中方队员金俊喜 突赶右臂发麻 抬都抬不起来 日方队医认为 他不再适合登顶 建议他下山回大本营疗养 金俊喜就这样下山了 而其他人则准备着再次上山 双方的登顶通讯稿都提前写好了 日方唯一身处大本营的左左目也很激动 他算是队里中文叫好的一个了 所以在大本营负责通讯 但此刻他也想登顶 和井上队长沟通之后 他踏上了登山之路 1991年1月1日 正值元旦之际 欢乐的氛围弥漫着整个影地 所有人都带着即将胜利的喜悦 在三号影地过了年 雪慢慢下了起来 对于雪山来说 下雪再正常不过了 众人都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灾难 接下来两天 雪是越下越大 虽然雪景很美 但登山队无心欣赏这高山壮景 之前制定的登山计划只能再次延后 在天气没有转好的情况下 队员们能做的就是给帐篷出出血 偶尔开开玩笑 当然最重要的是吃好睡好保存体力 此时中日两队虽然身处一处 但因为语言沟通有碍 通讯都是各自联络的 中方联络员张俊 每隔三天就会往返一次三号引地和大本营 运送登山稿件 然后向外分发 他在一号就把稿件送回大本营 可因为下雪 仍被留在大本营 无法上山了 这几天 张俊每天都会通过对讲机 和山上的队员沟通并了解情况 1月3日的通话中 山上的队员吐槽 这话听得张俊心里是一揪啊 不过想到三号引地物资充足 登山队有17名队员都在那里 想来问题也不大 晚上10点多 双方结束了通话 可令张俊没想到的是 这便是最后一次通话 1月4日早上7点半 张俊刚睡醒就打开对讲机 静待山上的消息 可几分钟过去了 对方一点回应都没有 这很奇怪 因为平常6点左右 大家就起床了 他心想 该不会是这群懒鬼还没起床吧 这时 大本营的另一名同事表示 就让他们多睡一会儿吧 好好休息休息 半小时之后再叫他们 在接下来的30分钟 张俊的心绪越来越不宁 半小时一过 他立马打开对讲机 呼叫三号营地 接着大本营的金俊喜 陈上人轮流呼叫 一个小时过去了 还是没有回应 要知道 山上的17位队员 每个人都配备了对讲机 不可能一个人都不回复 而且 日方还有一个单独的通讯频道 这个频道也是无人回应 这种情况只有两种解释 要么就是信号不好 要么 大本营的人非常着急 可贸然上报 很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经过讨论 众人决定再等一个小时 如果还联系不上 就往上报 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呼叫 依旧是没人回应 10点 张俊等人 向云南省登协 体育局 中登协 国家体委 发送了险清通报 说17人的登山队 一夜之间 全部失联了 就在这时 山体突然传来明显的震动 巨大的呼啸声 震动了大本营的每一个人 附近发生了一场雪崩 虽然位置很远 但悲怨的气浪 依旧波及到了大本营 这个小插曲 让张俊等人的心情都为之一成 山下的气浪都这么强烈了 那么 山上呢 由于多热墙降雪 上山路线肯定不负原貌 在大本营留守的人 跟登山队员相比 都属于门外海 靠他们自己贸然上山找人 那无疑就是葫芦娃旧爷爷 挨个松了 所以 他们只能向外求远 事故发生之后 多支登山队相继收到消息 并第一时间抽掉人手 组成救援队 开始向梅里雪山这边赶 其中有中登邪的登山队 西藏登山队 以及日本救援队 1月9日 军方侦察机直升机抵达现场 并飞上梅里雪山探查 但由于能见度低 位置偏僻 附近没有加油点 直升机转了几拳之后 只能无奈撤回 不过从飞机上拍到的影像可以看出 三号影地已经被大雪完全覆盖了 北京救援队率先抵达现场 他们马不停提到开辟登山路线 向着三号影地进发 可没想到天气愈加恶劣 路线极其难走 还有着随时雪崩的风险 之前预留的登山路线早已被深满 尝试了几条新路线都被组 最终还没到达一号影地 就不得不撤回了 1月16日 战力极强的西藏救援队抵达现场 本着时间就是生命的原则 他们仅用两天一夜 就赶了两千多公里的路 该救援队确实战力强悍 每个人都圣经百战 在雪下的很大 能见度不足一米的情况下 救援队还是毫不畏惧地上山了 两天之后 他们终于抵达一号影地 影地早已被大雪覆盖 他们在深达1.5米的积雪中 发现了四顶帐篷 20日 救援队在其腰身的大雪中 到达了海拔5300米 二号影地附近的山奥 救援队准备挖出 二号影地的帐篷 就地过夜 然后第二天就可以登上三号影地了 可挖了两米深都不见帐篷 安全起见 大本营让救援队回到一号影地休整 千万不要在二号影地附近过夜 实际上这是非常正确的决策 随之 日本救援队一清八人 也抵达了大本营 但连战力最强的西藏救援队 都无法攻上三号影地 其他队伍是不可能上得去的 好在侦察机 拼凑出三号影地区域的图片 画面中显示 三号影地上散落着大片的云团状雪层 估计有几十吨重 不言而喻 这里很可能遭遇了大型雪崩 时间 正是17名队员熟睡的深意 连日的大幅降雪 让二次雪崩的几率沉倍上沉 这时 不仅是一号影地 就连大本营都有危险 当时的一号影地 一天就有六十公分的降雪 风雪依旧没有停的意思 1月21日 指挥部不得不宣布 17名登山队员全部失联 救援行动宣告失败 虽然救援队只好还在努力 但是持续的恶劣天气 导致救援无法进行 最终 救援队只能撤回 终止救援便意味着 中日联合攀登梅里雪山 第二次雪树登山行动 再次失败 失败倒也罢了 但令人痛惜的是 17名中日队员 全部被雪崩所吞没 无人生还 此次卡瓦哥伯山难 又称梅里山难 成为当时世界登山史上 第二大的山难 中日方面经过协商 在飞来寺 为遇难的17人 修建了一座纪念碑 因为山难已是 云南省为京都大学登山队 保留了5年的守登圈 虽然京都大学登山队 很想一雪前耻 但毕竟元气大伤 几年都没有登顶计划 期间 1994年 日本喜马拉雅登山协会登山队 在中国贡嘎山 又因雪崩遇难四人 梅里之行一度拖到 守登圈截止的最后一年 1996年 京都大学再度联手中方登山团队 组建第三支联合攀登梅里雪山的登山队 队员主要来自日本 在上次山难中逃过一截的张骏也在其中 还有一位后面会出场的重要人物 小林尚礼 他是京都大学的学生 也是学士山岳会的一员 他走遍了日本各地山峰 之前遇难成员中便有他的好友 当年山难发生时 他在家过年 回学校才听闻噩耗 几年以来 他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这件事也就成了他心里的一根刺 所以这次登山 他毅然报名参加 然而 谁也没有想到 这一次还未开始登山 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 这还要从山难开始说起 当年山难发生之后 当地人就认为 是登山行动触犯了神灵 山神发怒的结果 甚至有传闻说 1991年 卡瓦格伯到印度开神山大会 回来的时候 看到肩膀上有几个移动的小黑点 就抖了抖肩膀 将他们甩了下去 巧的是 就在救援队下车的那天 大本营附近就发生了一次雪崩 规模空前绝后 只是气浪 就将足有十几个足球场 那么大的冷山林连根吹断 之后 该地闹了冰雹 旱灾 泥石流 死了不少家畜 给村民造成的损失也不小 所以村民们一致认为 就是上次的登山行动 惹怒了神灵 这次当村民们听说 登山队又要来 那是气不大一处来 明永村 全村村民出动 就静坐在 静山必经的 蓝仓江上的大桥 誓死不让登山队经过 最终 政府出面调停 好不容易说服了村民 让开了路 接着 雨崩存的村民 又给堵了五天 政府和登邪 再次出名调停 又是出钱 又是劝伪 勉强解决了堵路的问题 达成的统一意见是 登山可以 但是不要站在 卡瓦哥伯的顶峰上 可以稍微偏一点 这也是当地村民 最后的让步了 这次登山 当地村民 几乎没有人愿意帮忙 更头疼的是 自从进山之后 物资就经常丢失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 这是村民不让登山队上山的 但联合登山队 是要一血前耻 不仅为了自己 也为了之前遇难的17人 拿下属于他们的荣誉 登山前 队员们在17位遇难者 纪念碑前 发下重视 一定要登地 有了前车之间 这次众人非常看重安全 运送物资 开辟路线 安营扎寨 稳扎稳打 这次 登山队克服困难 到达了6250米的海拔高度 距离登顶 仅差490米 众人以为 这次定能成功 偏偏此时 东京气象厅发来预警 有一片 自南太平洋而来的 鸡羽云团 正朝此移动 预计会造成特大暴风雪 比91年的海抢 中方队员 同中央及云南气象台 确认情况属实 登山队此时极度纠结 尤其是一些年轻队员们 他们认为 路线都驾好了 只要再给他们一天时间 肯定可以完成最后的重逢 但考虑到上次的山难 队长下他决策 全体队员 直接撤回大北营 随后 队员们慌忙赶路 把身边的东西 能丢在前年营地的都丢了 原本六天的星辰 一天就下来了 但老天好像是开了个玩笑 队员们一撤离 金羽云团就被一股暖湿气流 吹到了硬巴方向了 梅里地区迎来了难得的晴天 登山队看着头顶的大太阳 只欲哭五泪 有人认为 卡瓦格勃是真有灵 就是不想让人类 染指他最后的圣洁 所以 关键时刻总会出来阻挠 此时给日本的五年首登期限即将到期 大家商议是否要再试一次 很多人就提议放弃吧 虽然依旧有年轻人提倡再试一次 但最终中日队长经过协商 同意终止登山计划 第三次中日联合攀登美里雪山 再次宣告失败 对于这个决定 上次侥幸存活的张俊的心情极为复杂 他本以为 这次能够替之前的队友完成遗运 可结果却是遗憾而归 值得一提的是 一行人下山后不久 大本营所在地 就被一场百年未有的雪崩给冲垮了 两年后的1998年7月18日 三位民泳村村民在放牧回家的路上 远远看到冰川沟壑中散落着一片彩色的东西 走近一看 是一些衣物帐篷等物品 还有一些人体骨骼 消息传出 张俊作为云南省登协成员 立马赶往现场 他一眼就认出 这些东西正属于当年遇难的队友们 地上的一颗牙齿看得他浑身发颤 日方收到消息后 也派遣受容队前往中国 小林听闻立马报名随之前往 8月 中日联合受容队来到民泳村 遗体发现的位置 在三号营地下方的民泳冰川上 海拔约3600米 是另一片夏季牧场 外界都认为 云南队员会随着雪崩 被冲进下游的蓝仓江 没想到 这七年时间 他们就被封印在冰层之中 随着冰川年复一年的夏宜 最终随着冰川消融和季节变化 再次浮现世界 那片彩色里 不仅有着冲锋衣和帐篷碎片 还有残肢断骨 有的在睡袋里 有的在睡袋外 这些遗体并无多少抚慰 冻干的肌肉组织还隐隐可见 此行他们找到了十具遗体 但仅仅辨认出宋志义 孙维奇 敬藤玉使等五人 剩下的缺失严重 无法辨认 遗体在大理经过火化 交接给予难者亲属 兽容队就此反尘 隔年 又有遗体被发现 日方为了节约精力 且应小林本人要求 便派他常驻当地 再一次来到梅里 小林不禁在想 这些灾难背后 真的有神灵在支配吗 村民会不会还像以前那样 冷眼相待呢 谈这个问题前 我们不妨把目光再放近一些 看看村民们的真实生活 我们都知道 当地村民生活原始 他们敬畏自然 日常饮用的 就是民用冰川溶水 但冰川中的遗体和垃圾 埋了这么多年 这个影响不是一时能够解决的 村民们靠山吃山 靠体力劳动养活自己 种青稞 采松茸 平日里喝素油茶 吃棧吧 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 当地都是藏民 信奉藏传佛教之人 将梅里雪山 设为朝圣圣地 每年的秋末冬初 都有大批乡客 自云、干、川、藏而来 匍匐转山 尤其是德青县的藏族 藏族崇拜的神山 都有属相 据说 当其本命年来自转山朝拜 功德可增十万倍 2003年是卡瓦哥伯的本命年 也是藏历六十年一遇的水阳年 转山者有数十万人之多 转山是平行绕山 因为敬畏 但登山却是纵向踩踏 以为征服 这其中的差异 就是当地人 仇视登山队的原因了 因此 小林这次孤身一人 借助明永村 十分忐忑 但或许是因为 她曾经带走 营地垃圾的扇举 又或许是她 搜索遗体的真诚 有村民愿意帮助她 接下来几年 几个人影时不时出现在山上 手持冰稿 穿过沟壑纵横的冰川 挖出来不少冰层中的遗体遗物 后来 他们发现了一个相机 从中洗出几张队员们 生前所拍的照片 记录着他们最后的身影 小林也跟随村民转过几次山 相处得越久 她对登山的思考 和对自然的敬畏 就越多一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小林每年都会来民永村 上山搜寻 她也和民永村那些村民 处成了很好的朋友 除了对于清水永信 其余人的遗体均被找到 小林后来还撰写了一本书 《梅里雪山》 寻找十七位友人 记录了她的登山行动 以及寻找队友的心路历程 2001年 基于环保以及信仰方面的考虑 德清县人大立法决定 卡瓦格伯是藏传佛教的朝拜圣敌 是藏民心中至高无上 圣洁神圣之地 它将永远不允许归攀登 这也就意味着 过去 现在 包括将来 都不会有人登顶此山了 这里也真正成为人类的境地 回顾这些山难 以及连续几次攀登都失败的原因 是每次封顶就在咫尺之时 就突发变故 好像冥冥之中 有某种力量在阻止人类继续前进 突然出现的恶劣天气 似乎是某种警告 且巧合的是 两次登山的大本营附近 事后都发生了巨大雪崩 一次仅仅雪崩气浪 就摧毁了一整片冷山林 一次更是多年未见的大雪崩 直接摧毁了大本营的一切 这 是否也是一种警告呢 人类在大自然面前 还是太过渺小 探索世界的同时 也应该时刻保持敬畏之心 好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看我的影片 可以点赞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的任何影片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